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大的召开已经不到两年时间了 习近平需要对最重要的人事安排做出铺垫了 稍早 中共的最高智囊机构 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人事发生了变动 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正式卸任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职务 由副主任将金泉接任 此前 王沪宁担任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长达十八年之久 这个变化很不寻常 此外 中南海还有一项值得关注的人事变化 前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的常务副书记孟祥峰 已经重返中央办公厅担任常务副主任 按照以往的惯例 常务副主任下一步就会成为中央办公厅的主任 也就是大内总管 这就意味着现任的中办主任丁薛祥有可能会更上一层楼 就在几天前 有四个省的省委书记同时调动 其中 陈一勤任贵州省省委书记 成为中国三十一个省份当中唯一的一位女性省委书记 这位女性省委书记曾经和习近平的嫡系陈敏尔共事多年 应该是得到了习近平的赏识 由景景海任吉林省委书记 这个家伙是陕西白水人 在他主管陕西省省委宣传部期间 一手策划并推动了将习中心的墓园扩建成陵园 据香港媒体的报道 习陵占地四万亩 大约相当于三分之一个香港岛 陕西地方当局为了扩建陵园 拆出了整个村落的民居 值得一提的是 这四个新的省委书记 此前都是当地的省长 由省长接任省委书记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晋升轨迹 这个安排实际上告诉我们 当初让这四个人做省长的时候 就已经考虑到了他们要晋升为省委书记 就这一点来看 这个人事布局在几年前就已经完成了 新晋的这几个省委书记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作为一方的封疆大力 自然他们都会在二十大上扮演特殊的角色 不排除那位女省委书记 有可能会获得更高的职务并进入政治局 而那个替习近平的父亲修建陵园的景俊海 也极有可能会再次得到提升 同时进入政治局 习近平实际上有强烈的急迫感 有严重的危机感 因为习近平的多个亲信 在二十大上将要退休了 习近平正在物色和培养新的追随者 来填补这些空缺 类似亲信的亲信 以及积极卖身投靠的家伙 估计会得到习近平的重用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 未来的政治局常委的人选 在中共统治集团中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决策者 对于习近平来说 也正是这些人 可能让他不能够为所欲为 大家都知道 这些年 无论是大会小会 习近平必然要说的 就是什么两个维护四个意识 实际上 就是公开要求中共的大小官员们 必须承认 他习近平的特殊地位 他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他要定于一尊 这也从反面说明 中共高层多少还存在着某种 无视习近平的倾向 或者有些人不是很买习近平的账 因为有人和习近平的资历不相上下 甚至比习近平的资历还深 目前的事态已经基本明确了 习近平一定要进去他的第三个任期 这就涉及到了中共常委以往的一个 不成文的规则 七上八下的说法 也就是如果年龄到了67岁 将可以继续下一个任期 如果年龄已经达到了68岁 那就得退休 习近平是1953年出生的 现在的七个常委当中 他的年龄仅次于50年出生的栗战书 如果按照原有的这个规矩 那么他和栗战书 以及54年出生的韩正 到20大的时候就应该退休了 习近平他既然已经铁了心 要长期的掌控最高权力 他自己当然不会接受这个规矩的约束 那么习近平是否会允许其他人 按照七上八下的规矩也继续留任呢 比如李克强 汪洋 王沪宁 他们三个人都是1955年生人 到了2022年还只有67岁 显然习近平并不想让这些人继续留任 对于独裁者来说 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资历越浅 就越能突出他的权威 如果让一些资历比较浅的人 取代现在的这几个常委 那么今后习近平就可以更加的为所欲为 不受认可制约了 对于打算当皇帝的习近平来说 未来的政治局常委的人选是决定性的 习近平一旦突破了现在这个规矩 确立着他唯我独尊的体制 今后便没有了任何的障碍 目前年龄问题无疑是一个关卡 那么从副主任 江金权接任政策史的主任的情况来看 王沪宁在二十大上应该是要退休了 因为这个政策研究室主任 王沪宁已经兼任了18年了 如果未来他还是政治局常委 那并不妨继续兼任政策研究室的主任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找一个干才负责日常事务 那就可以了 只有涉及到了重大的议题 他王沪宁才需要亲自去处理 毕竟从做学问编理论的年龄来说 王沪宁还不算太老 那么从王沪宁提前两年 便不再兼任政策研究室主任这个情况来看 无论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早已江郎裁进的王沪宁 是要功成身退了 更重要的是 王沪宁若带头退下 等于逼迫年龄相同的李克强 汪洋 以及大他们一岁的韩正退休 这样 未来的政治局常委 有可能仅仅只有习近平和赵乐际 二人留任 其他五个常委全部退休 这给了习近平巨大的人事安排的回旋空间 可以尽量的照顾到他的亲信 如果赵乐际比较明智 比较识趣 他也有可能选择提前退休 由此来看 中共所谓的制度和规则 在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面前 完全没有任何的效力 他既不能制约习近平 也不能保障其他人 如果真是这个样子 这就标志着 中共内部 自从江泽民胡锦涛时期 形成的各种政治势力 基本上消失了 习近平实现了天下一统 之江新军 全面占领各个药金 在中共高层 今后就只有习近平的嫡系 和非嫡系之分了 而不再有任何的其他势力 实际上 习近平也可以选择另一个方案 让比他年轻的所有常委 和他一起留任 来一个绝大欢喜 那样的话 就只有栗战书一人退出 但这个方案 显然不符合习近平的性格 习近平追求的是绝对的权利 他想的是独裁统治 想的是要当皇帝 如此看来 习近平选择了一个 最为强硬的方案 全面清退最高层当中的旧人 提拔一批新人 习近平要来一个 一不做二不休了 就是要以独裁者的姿态 均临天下 如果他摆脱了这届常委 那么习近平今后就更加没有任何的羁绊了 新提拔上来的政治局常委 基本上都是习近平的嫡系和亲信 关键是 这些人资历前能力差 完全凭着习近平的赏识得以高升 绝对没有胆量 敢质疑习近平 更没有实力能挑战习近平 对习近平只能唯命是从 而且按照这个办法抛制 今后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资历 会越来的越浅 习近平连任几届乃至终身制 都不会再有任何的阻力了 目前的政治局委员共有25人 如果按照年龄划线 只有八九个人可以连任 其他人 其中包括习近平的一些亲信 比如蔡奇 刘鹤 陈希等人 可能都要退休了 他们这些人 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帮助习近平彻底废除了 中共的集体领导 确立了习近平的独裁统治 他们从政治局退出后 习近平可能会以其他的方式 奖励这些人 比如让他们成为人大的副委员长 或者政协副主席 让他们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而那些留任的政治局委员 特别是那几个习近平的嫡系 估计会进入中共的最高层 成为政治局常委 如果说江金泉 进入政策研究室的主任 标志着王沪宁 即将退休 那么孟祥峰出任中办的常务副主任 则意味着丁学祥的晋升 可以想象 在中共的二十大上 丁学祥会再上层楼 成为政治局常委 这可能是中共的二十大上 习近平之外 第一个明确的政治局常委人选 这些年来 丁学祥一直担任着中央办公厅的主任 以及习近平的办公室主任 丁学祥无疑是习近平最为倚重的一个人物 从不离习近平的左右 名副其实的习近平的大秘 中南海的大内总管 在习近平的所有亲信当中 他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 总的来看 在习近平为显达之前 被他信任和认可的人物 是越来越少了 在习近平全是显赫的情况下 下边的官员 自然会对习近平全力的逢迎 只是这些人未必能够真正的 让习近平放心进入最高层 未来习近平的嫡系人马 基本上都会进入最高层 中央一级的人士 将由习近平的嫡系亲信来掌控 而地方大员除了几个重要的省市 则会尽量用那些没有派系背景 官场根基不深的墙头草 对习近平来说 这些地方大员 能力大小无所谓 只要听话就好 为了确保在二十大的主导地位 习近平需要进行全面的人事布局 让那些对他有妨碍的人离开 同时让他的亲信进入 这些安排 实际上从十九大召开的时候 习近平恐怕就已经开始筹划了 目前习近平早已成功的 制造了这种形势 如果不发生什么特殊情况 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 习近平的皇帝梦了 可以断定 中共的二十大将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这标志着新的地质时代的开始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